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带你来看到来台湾租房子 大搞破坏的这两名香港女子 在四天之后终于在台南落网了 两名女子呢 数号晚间投诉是一间旅店 因为是广东口音 引起着人注意 二天资料的时候又态度闪躲 直到中午退房的时候迟迟不对 因此老板觉得不太对劲 赶紧通报远景来查看 结果果然这两位就是香港恶女 而夸张的是呢 一个人头发染成了鲜艳金色 另一个人染成了紫色 到派出所训问的时候 能不甩警方忙着补妆 而这旅店业者直到整理房间才发现 整个墙壁被涂鸦 马桶更是被塞满了卫生纸 云景从旅十二楼走下来 带着两名女子 一人橘色头发超级长夜 另一人用衣服包住头部 这两个就是全台恶名招张的 搞破坏港女二人组 逃亡四天在台南落网 不是台湾的腔调 对 是香港 因为他们有写那个资料 出生年约是那个写198级 正常台湾人不会写这样 抓到两名恶女都是旅店业者 超级紧 两人广东口音跟超前卫打扮 超级引人侧目 15号晚间入住 填资料时态度闪躲 业者已经怀疑 隔天迟迟不退房 才报警逮人 但两名女子行径 直到警局里 一样很乖意 都已经被抓到警局了 衣服包住头部 紫色头发的曾丽云还忙着补妆 根本不甩一旁的远警 被逮还这么嚣张 他脸上在线是没有画 是到我们所这边画的 他有讲两点 大概就是第一点他喜欢 第二点就是怕可能被人家认出来 被抓到警局还赶快补妆 把自己画成打花脸 台南旅店业者原本以为赶快报警就没事 没想到整理房间发现 墙壁被涂鸦 卸说台湾 It's China 连马桶都被塞满 整包卫生纸 实在恶心不改 因为是觉得他们很像 对啊 之后警察来之后是跟他们一起上去 敲门 他们才开门 旅店业者透露 两女被认出来时 还解释说在台北搞破坏 是不满房东 租金太贵 还夸口自己带了两万港币 但在台南付四百块住宿费时 一人拿三百 一人拿一百 看起来似乎盘缠用尽 囚徒末路还是要搞破坏 被逮到警局依旧我行我素 究竟两人的惊人之举 目的到底为何 就在警方问讯 一一解答